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廖老師你怎麼看 我覺得我很懷疑 剛剛我們在談到就是說 當然冥冥中的力量很強大 這個我等一下來補充 那我很懷疑的就是說 這個孩子是被悶死的 對 因為如果是悶死的話 是一個意外 大可可以去報警 為什麼要隱藏 這一個事件那麼久 對 再來就是一般的人 他可能會覺得小孩子 他不會講話 他也沒有辦法去申冤 那其實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孩子的靈的力量那麼大 其實是真的 因為小孩子的靈非常的強 因為我們的靈魂會越來越弱 是因為肉體越來越強大 慾望 人間的慾望越來越多的時候 靈魂的力量會越來越弱 那越小的孩子的靈魂很強大 所以我的辦公室 像現在七月要超度 那有很多的 很多的不平靜 或是他們的孩子 比如說坐監犯科 或是整個家境不平安 鄭大哥你知道嗎 我有查過一個媽媽 他四個小孩都不乖 都坐監犯科 每個出入監獄 往往反反 然後他全身都是病 結果他曾經拿了十六個小孩 所以那個陰靈的殘兆 就是讓他很不平安 媽媽拿了十六個小孩 對 曾經拿過十六個小孩 十六個小孩 對 後面還生死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想像 對 就是說這個世間 什麼樣的狀況都有 那所以這個孩子 其實我覺得他有很大的冤屈 如果可能像他的 這個媽媽講的是 不小心悶死 他這個怨力不會那麼大 那就是不是不小心悶死 一定是可能是有刻意的 人為的 所以這個孩子不甘心 然後他的靈很強大 因為他才很小 我們小時候 就剛剛高警官有講 就是說奇怪 他的肋骨怎麼找不到 有沒有 那我們在小時候 我們身上有三條魂 那有一個天庭蓋這邊 在小時候 他是還沒密合的 這個會直達天庭 就他的靈魂很清澈 然後會從這個天庭蓋的靈魂 他會有時候會離開他的身體 所以孩子很容易打到怕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的靈 應該就是在附近 一直守著他的這個失守 然後他有深淵 所以能夠破案 這個力量是 無形的力量是非常強大 好 那我們今天有高刑警 你從做一個刑事警察的角度 你敢有相信 他說我去煮工 把他放在車底 沒回來 總會叫我悶死了 沒辦法就要他氣死 你敢相信 不太相信 不太可能 你如果是 母親對孩子的愛 你看到他被悶死 第一個動作一定送醫院 不管救得活就不活 你一定是送醫院 是說你跟這個孩子是 有那個親 真的感情到 那你說你發現孩子 悶死了 你就直接進行的 跟你的男朋友 因為剛剛小賴講的 那個小賴講的這一個部分 他本來是主動說 我的小孩兩歲 被他爸爸抱走了 生後抱走了 可是後來少年隊去查 剛剛我們小賴講的部分說 第一個沒有就學紀錄 第二個沒有就醫紀錄 然後如果沒有就學 就譬如說他小學 學人前都沒有找不到人 哪有可能沒面子 就把一張拚拚給你 沒有這個邏輯和道理 所以有可能是 這個女生 不是跟這個嚴姓的男子 生這個小孩之後 那個嚴姓的男子 可能感情好像也不會很好 如果兩個在家裡 你又在旁邊帶一個孩子來 兩個個子 如果大人有口角 氣就出在小孩身上 所以我很高度的懷疑 是這一對男女 是 出手跟打死 譬如說 用丟的 用打的 我簡單舉一個最短的時間 舉一個案例 以前有一個大夫的 這個爸爸 單親爸爸 那個年輕人說 這個年輕人是我生的 我要娶娶 我年輕人不讓你這三母 不讓你這女性 所以他把那個孩子帶來三歲 三 三歲之後他跟自己 還有一個女朋友同居 跟一個女朋友同居 同居之後他有那個小孩子 才三歲 半名小孩會尿尿 高人會放到 放到起來 他腳不像騙水分 整個撈起來 拳頭吹他頭 然後整個紅樓在那邊熱緊 然後再把他叫他在地上 喊一二一二打樹 小孩三歲 一二一二打樹 打樹到十歲的 腳六十歲就丟掉了 所以後來這個爸爸 也是把他埋起來 好可怕 所以說這種很多都是 自己父母親的情緒 而把這一些 那種不相干的小孩子 氣發在這個小孩子身上 如果說他媽媽跟這個男性 姓嚴的這個 他如果純粹悶死 你也會請土管去帶起來 你也不會自己丟到池塘 土管帶大家都知道 你說要丟到池塘 而且他還用一個麻布袋 那麻布袋你丟去到池塘裡面 而且裡面把他放磚塊 就是沒有要補免 這個最大的意思就是說 他想要滅絲 滅絲的動機一定就是 他們有失守 手跟打死 絕對不是小孩子自己悶死的 可是這樣子有什麼證據 可以說他對他罪責怎麼追究 所以我說現在刺過時 我們台灣人比較會注重刺過時 你看這個時候 警察本來對這個案子 兩手一攤 真的是女生自白說 是我跟嚴姓男友一起去的 嚴姓男友 那當時也不承認 只好採跟肩的方式 跟肩後來跟到他們居然在 那些祠堂旁邊在拜拜 那個女生才全盤拖出 那個男生也才全盤拖出 所以表示說 你現在做的事情 就算你嘴巴你講的 你說是不小心他悶死的 如果孩子那聽 聽不懂你就會來 真的沒有鬼的話 你不會去拜他的 你心中就是有鬼 你心中那兩個鬼 你還沒跑掉 那個小孩子的鬼還在你心裡 不然你這十九年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理會這個事 所以他會再去給他 表示說那個小孩子 可能每天晚上都跟你做夢 每天都不拉著你媽媽 我要吃飯 所以我覺得還是 這個兩個人的嫌疑 雖然這種 但是已經隔了那麼久 他們的刑責 可能就是過失而已 這樣喔 那高法醫 這十九年了 在水底現在那麼久 DNA會驗出來嗎 一定會出來 一定會出來 對 那就可以證實說 立先你DNA也可以驗 如果不是那個孩子 還是另外一個孩子 發生事件 不是 現在問題就是說 是不是他什麼 不是他什麼的事 要看他們找不到頭 所以這個頭跟頸部的分離 是怎麼樣分離的 有切割痕 骨頭有骨折 因為受孽小孩 最明顯就是骨折 最多就是這個手 骨頭很瘦 很瘦 很瘦 很快撩下去了 所以如果發現說 這個骨折的誤位 是生前所造的 不是暖了之後 都自己撥撥撥 你就知道這個骨 應該是他什麼 這個小心看 應該知道 因為我其實可以明顯 感受到這一對夫妻的恐懼 對 那是警察結局 結局 覺得說這個好像有嫌疑 對 結果他們真的在七月盆的時候 頭頭去那個魚豬去拜 對 十九年 才知道說 這有問題喔 你是在拜什麼 結果 他走出來的時候 說那個男人這樣走到不死 那警察走出來 對 這中午你們怎麼會躲在這裡 你們要幹麼 這樣 剩一剩 對 他知道我事情大不了 被發現了 對 然後他才 和盤招出說 其實他來拜這個詞 不是 氣死的詞 是旁邊的 是旁邊的詞 但是他為什麼拜 不是氣死的詞 因為他害怕那個 面對那個真正氣死的詞 他應該怕看到 那個孩子的鬼 照出來 我相信這十九年來 他們一定有做噩夢 才會那麼害怕 不敢去那個辭職那邊拜拜 說實話 你如果不意外給他悶死 你給他摸摸就好了 你 因為你真的有下手 對不對 有下手可能你 你真的覺得說 你對他很不去 一直過於不去 所以我們內心那個鬼 內心有鬼這個事情 還真的滿恐怖的 對 搞不好那個孩子 靈魂不走出來 他內心自己有一個 過不去就過了